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女学生性侵 甚至是还有小学幼儿园的老师对女童性侵 你知道自称Aliosa的这个人 格子你打听到点什么消息吗 我没打听到什么消息 但是我这几年采访遇到过好几起 一起是我朋友的朋友的事情 一上研究室的时候 导师就明确的传递出信号来说要签规则 然后朋友就过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这研究生可以不上 干嘛要现身 后来现身了 然后我朋友给我感慨 说生活强奸 不是 说生活强奸了他 我的回答是快别买他生活了 第二个是 他还是非要研究生 还是要了研究生 所以一切都 第二个事情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 是在我也不说哪个学校了 那个学校的董事长被20多个人举报 因为他们学校有空姐班 举报跟学生 甚至跟一些教职工 现在学校都成董事长 是那种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都是董事长 董事长是比校长还高的 董事长说对他们空姐班和一些教职工 就有一些新鲜行为 我呢就去了跟20多个人分别进行了聊天 聊下来之后呢 这个结论是明确的 其中呢有一个女教师呢 是一个女诗人 她给我看 就是她那段时间写的诗 因为我们对这个文学 还是有一点点能够感悟得到的 你会感觉到说 她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然后后来 这个稿子呢 引去了他们所有的名字 包括学校和校长的名字 才发得出来 这我就很无奈 因为20个人的哭泣 也没有一个录像 你媒体也不是公检法 所以你如果只有20个人的哭泣 你是不能够把这个人给送上绞型架的 所以非常遗憾 我就是在这也不能说是哪个学校 李老师 你你觉得 就是说很多女的 就是女学生 愿意现身 为了毕业证 为了学位 对吧 这个行为是 是可以同行的呢 还是 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我认为这些女孩还是挺挺挺被同情的 就是如果啊 如果就是我身边的中国人 我绝对给她设计一套 拿证据 对 我一定要给她设计一套 就是既然你已经准备现了 那你把这套就整个给她弄下来 也就是说让你到此画一句号 我非得把你送到那个法庭上去 因为这种人 他害完你之后 他会害别人的 您这个就是北市大那个学生 北市大有个学生 这个前一阵出了一个报告叫康陈伟 北市大中文系一三级的 挺厉害 把他们学校一个副院长调出来设套 然后他就爱在茶馆里面 去给女学生摸大腿啊什么的 他就用了一个女学生去给他设了个套 这个人很厉害 他后来把2007年到2016年期间 北市大的校园信心做了一个统计 出了一个地图 就是校园信心 这发生过九起 那发生过七起 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宣传大波 这个学生是做调查的 太棒了 对 我觉得这不是个很聪明的办法吗 因为我前两天也看见一个报道 就是说在某地的学校里的一个什么 学生处长 也是以不给毕业证为由 然后完了就是说 看你表现怎么样了 然后就跟这个女生发微信 然后这个女生当即啊 把这个微信写图 另外找了他男朋友一起 又把他约出来 当时全部都录音了 为什么 你这女孩子为什么不想这个聪明的办法呢 所以我就说 又能拿到毕业证 又能把这事给结了 他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这个 这就看女孩的一个背景了 因为我们毕竟干这专业的 你就知道都该怎么能对付这样的事情 可是对一些就是家里头 比如说从小没有教育你过这样 被欺压惯了 对 尤其是有些女孩她很单纯 你知道吗 她很单纯 当她遇到这种事情 像这有男朋友的 还好有个出主意的 没有男朋友的呢 对吧 而且这种事 她觉得很羞耻 一旦张嘴的话 说不清楚 所以一般的 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刑法 这个如果真的要取证的话 它其实可以按照 就像国外 这个打击黑社会一样 那个美国的黑社会 它有这种特点 就是它一把手 就老大 它是不作案的 它一般下指示 都是打一电话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再下指示 打第三个 所以一般的 我们一般 接到第三个的时候 他只要这电话一段 这个人就基本拿到没有办法 就没法去处置他 也就是说 杀人的动机在你这 但是作案是另外一个人 也就犯罪构成不是四个要件吗 等于这被隔出两个人 你到底怎么来定罪 美国后来就专门出台一个法律 它这个法律就要求说 只要有三个人以上指证 是你发过指令 你就可以作为有组织的 就是黑社会的老大 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性犯罪也是这样 如果你拿不到证据 如果有三四个人 如果一个人可能是诬陷你 对吧 本来是愿意的 有求你 然后故意上来 但最后他一翻脸 他就说你是强迫的 那如果是一个人这样 两个人这样 三个人以上那就不可能 现在你看这个大陆这个网上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 我就不知道 起码到最后 这个老师是给搞臭了 就是说按说也没有到上法庭 就有一个女生也没有证据 就是当年他性侵我 然后一下全班 引的十几个女生 都说他干了这个事情 好像一般就搞早搞臭 但有时候我也觉得 这个没有诬告的可能吗 有 诬告有 但是诬告的一般就是一起 比如说就是邻居 然后呢 说这孩子说他强奸我了 那么这种情况你搞不清楚 有的时候也有 就是有这种就是倒贴的 比如说本来是我来勾引你 勾引完了以后呢 我在为了对付我 就是回去跟我丈夫说我为什么 然后我反过来再说是你 你当时强迫 有这样的 但是呢就这种情况往往就特定的一两起 不会太多 比如你在权力位置上 你可能这种事就多一点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老师 反告你的 那一般我就不多 除非你真的是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这个社会气氛 真的对对这个性侵呢 你看我在香港工作 我都能感觉到香港也不是说保护妇女权力 多多多多多么高级的地方 但是毕竟我就感觉到香港的这个男同事 男的这个经理非常害怕这种事 甚至有的时候说实在的 对有些女同事都可能都会有意见 就说这个女的可不能随便跟他说话 动不动就要告你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意识非常强 你给他发个邮件都得注意 那么给他就就给你找律师去了 那就是很容易就沾上这个性骚扰这种事 但是相比之下 咱们这个内地啊 要不说也是不平衡 有些地方呢 好像这个意识强 我发现尤其是很多啊 你想不到这个底层三四线这种啊 有些时候你看一个班里的老师 最后发现性侵十几个未成年啊 女童啊 这个打枪毙都不冤枉啊 他那个地方人情社会完全不一样 你看前一阵西安那个闹伴娘那个事情 那个全网着愤怒啊 说你这几个男的抓住了一定要判多少年 结果是那两个伴娘放弃了他们的权利 你就想这就是人情社会 那我这两个伴娘以后还要在这个社会生存肯定周围无形的压力都来了 你必须要放弃这个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我对成年人 我的恋悯不那么多 因为你成年之后 你说白了你要为自己负责 你的真洁 你的身体 你是要自己负责的 但是我经常觉得这个校园性侵 是对那个小女孩特别的不公平 他他的人格这个知识各方面都不健全 对 李老师您肯定经常也见到这样的案例啊 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未成年的时候遭受过这种性侵的女童 她的身心伤害是非常大 是不是一辈子对她的心理的影响 对 因为我们有时讲可以跟学生谈讨这个问题 就是说性行为啊 他按理说从身体伤害来讲看不出什么伤害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你要不说的话别人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从为法律 他要定这个法来禁止这种行为 实际上大家不知道他这种伤害对人身心的一种东西 就是我接触很多 包括以前在今日说法做完那个案例点评之后 有些人给我写信 就些女孩写的 他们都是包括现在有一些都当妈妈了 他就讲到他小时候这个痛苦 让他一生啊 包括他现在对他丈夫 他老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 就是他不敢告诉他丈夫 可是呢他又觉得对不起他丈夫 然后呢还有些就是被父母父亲性情 性情完以后 亲生父亲啊 然后呢 性情完以后 他现在父亲就是母亲已经去世了 然后父亲没人管了 他不得不接回家里来 他的那种就是 他就给我叙述这个过程 我就能感受到这一生的痛苦啊 然后包括我看这个就是林雨晗 这个亲生父亲性亲的话 是不是这父亲肯定是有神经病啊 不一定 他有的是酒后 有的他就是无所谓 他他就觉得又不让你生孩子 只是那么一会儿 就所以他就真敢这么干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很多 就刚才讲的留守的那个山区里头 很多那孩子吧 他爸妈都不带给他爷爷奶奶 很多老人 他是属于那种观瓜老人 就是一个人啊 孤独的 然后经常就一块糖一块好吃的 把小朋友叫过去玩一会儿 玩完回来 你根本不知道 然后等这孩子大了以后 他明白这个事了 他心里就是个阴影 我再会儿子 对另外我刚才听您提到这个林亦涵呢 这次北电的这个据称这个阿辽莎据说 他就是因为台湾那个林亦涵这个事情 好像把他赶招了 他也要起来说当年谁谁谁性侵了 他但是这个林亦涵这事情正好请您分析分析 就是说他的事情也很复杂 因为呢现在来讲从法律证据上来说 似乎呢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个老师啊 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和他发生的关系 而且很有可能呢 是他跟这个老师是一种婚外恋的关系 但是他在他的小说里写下的是一个未成年女童 被补习班的老师性侵的故事 这事您怎么解释 我是觉得这种分析我不太认可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用行动来说明了他的选择 也就是他选择的自杀 那我们知道但凡一个人要生活的快乐的话 真的是一个婚外情的话 他是不必要写这个小说 但是自杀不是说他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还找精神科的医生一直在看病 他的很糟糕的在哪呢 我看他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 没有发现他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是一个创伤 这个创伤源于什么呢 就是源于他 我是看了他的这个部分的小说 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情节 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不光是他这个事情 就是遇到他这样类似的案件 我也就是我看到过 包括甚至跟他同样的反应的 孩子自杀的都是跟他同样的情况 就是农村小女孩 被人这个被也是被他的老师 然后呢他在日记上写了 无数个对不起对不起 我很脏对不起我很脏 最后这女孩也自杀了 他对不起谁呢 他就是他就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然后呢我现在很脏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这个创伤 就完全不懂的情况下 他被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会觉得 他已经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 他是被人动过的了 然后他因为本身就是没有 没有能说心里话 没有家庭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就讲 对于女孩做这种行为 是非常恶劣 你不管他多大 你像咱们最早在那个 就是东北有一个小学 那老师就坐在讲台前 把孩子叫过来 然后到这把裤脱下来以后 在里头叨过 这些女孩有的被扣破啊 然后父母不知道 因为父母根本想不到啊 所以我在就是国外这个 专门研究这个少年的 这个性侵这个问题上 就看到为什么美国对于性犯罪人 释放之后 他都要在社区公布 这个人回来了 你们看好自己的小孩 就是他确实是一种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呢 就是因为我们刑法 只能最新法定嘛 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事 我处罚多大 可是你可能要做的 我不能先处罚 对吧 因此他放下来以后 他这个行为 他有一特点 就是他的伤害可能会让你 等你知道了已经来不及 对 因此我看这个林尹涵 我就觉得他是一种创伤 他这种创伤是什么呢 他试图在说服自己 他是想用美好的方式来说服他 他觉得他是爱上这个老师 或者爱上 或者这个事是很美好的 他用这个方式来说服自己 但他说服不了 所以你看他结了婚 他最后婚姻不能持续下去 然后最后选择自杀 那你现在如果再说 这个事是什么政治背景 什么社会背景 我认为那都是男人社会的 在用男人的一种话 在给自己找理由 实际上我想说就是 就是我正好咱们也做这节目 来想想这个话 就是他有很多性侵 尤其是这种对幼女的性侵 他恰恰是一些文人 就是很斯文的人 因此我就说要告诉很多家长 你不要的 而且不要以为光女孩被性侵 男孩也有 比如说我在监索采访当中遇到过 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我问他什么罪 猥亵 怎么猥亵 就是因为夫妇俩要出去 把一个孩子交给他 是个小男孩 男同志看一小男孩 你给我照应两天 结果后来小男孩回家告诉他妈 他对我做了什么 人家不干 那还是能说出来的 对 所以这个孩子是说出来 因为他已经上初中了 所以我想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要有一个意识 第一要在孩子很幼小的时候 就要给他普及这个知识 然后第二 我们全社会都要有这个保护意识 你比如现在有很多说了 这个幼儿园没有男老师 这个孩子没有阳刚之气 我说错 12岁之前孩子没有性发育 他是一个中性人 中性是没有没有性 需要性的榜样的 因此安全考虑的话 应该由女老师来抚养 他就相对安全很多 虽然女性 有危险性 对啊 因为是这样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性犯罪人的心理会发现 就是说他们有一部分人是情不自禁 为什么 因为小孩特别可爱 而这种可爱是唤起了他想身体上的接触 才由此发生这个行为 他不是很恶毒的 那女老师就不可能会 女老师有个别是虐待 就是因为比如说这小孩太可爱了 掐他一下 有这样的 但是英美这几年也不断暴露女老师 去睡年轻的学生 包括保姆 对 但是似乎从概率上讲 还是男的比较不像话 像女老师 不是就像他们讲 有保姆专门对小男孩那个就是他生殖器 他有的是做那种行为 所以就是说这种性侵的行为呢 他有时候在孩子不知的时候 会发生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比如说他要是单独的男老师 你一定要有陪伴 你不能把他交给 包括医生 带孩子去看病 那医生进来做个检查 家长在外面等着 不能 必须进去 只要12岁以下 家长必须跟进去 这是我们一个共识 就是一个常识 您刚才说 比如说 哎呀 我要是看见一个小孩啊 那么样的可爱 我心里这么爱他 他会变成性欲吗 会变成我对他 我觉得是很难想象啊 对 你看那小娃娃这么可爱 你会突然想有性欲 千人千面 上海不就发生一个小孩 后来失踪的 就被一个 就是作为 那就不是正常人吧 对 就是问题是他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听说是韩国法律里 都有一种对这种这个鸾铜的 有一种叫化学阉割的 这么一种处置 他们也是前些年 这个有社会事件催生的 这个法律 是那个电影 其实具体的林一涵这个事情 我前一阵 这个想法挺多的 因为我那个买那个 房思琪的秘密公乐园 那个书在台湾买 脱销了 然后到京东买 到现在没送到门 但是 我看了他的那个视频访谈 我看了之后 我心里一惊 你知道吗 因为他很特别 他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书 都在我的案头上摆着 他包括他 你也有危险了 没有 就说 就说我感觉到 在跟他对话上 我是对得上话的 所以他说的那个 对我触动更深一些 比如他说 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现在包里就放了一本 奥斯维新之后的上帝观念 那还有他提到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他提着恶之花 我一下子就懂了 他自己选择的人生路径 因为你知道 恶之花的六章分别是什么 上来 犹豫与理想 就是说人的这种情愫 然后 接着就讲巴黎极井 当然这就是上街 这个是小事 然后酒 借酒交仇 然后呢 这个叫恶之花 就是恶的花朵 开始衍生了 然后叛逆 叛逆是什么呢 背叛上帝而归向撒旦 最后一章叫死亡 所以我看了林一涵这个路径之后 我觉得 当然这么说对死者 或者有一点点不敬 但是你知道一个 特别沉迷于文学艺术的 当他觉得自己的人生 真的就解脱不开的时候 他其实是选择了恶之花 这样一条人生路径 就最终的死亡 他是完全按照这个剧本演的 所以你知道人经常会 比如说第三只眼睛看自己 穿上一个特别华贵的衣服的时候 在想象说我在别人面前多么光鲜 或者说我在别人面前像林黛玉一样 那么的忧郁的好看 甚至比较搞笑的是那个北野武 当年买了第一辆法拉利之后 自己开辆车 让别人在前面开 他在后面开 这是我的法拉利 我都怀疑林一涵有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 但是这个咱们就说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的话 他的精神症状 他的抑郁症 是到底和他的这个受性侵 是先有蛋 还是先有鸡的关系 这个说得清吗 我认为说得清 也就是说因为我看过他小说前一部分 他其中有一段描述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说当时吃那个就是那个海参 然后一口吐出来 因为我在看 就是我们研究心理是有几个角度的 一个是通过你的表现 第二是通过你的言语 第三可以通过你的表情 那么刚才讲的 就是他视频他采访的时候 我也在看他的动作是非常的 就是预说总是 就是话总是要慢半步的 就是要速度上 要频率上要慢半步 另外他那个对 然后他那个小说当中 他描述这些情景 你会知道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是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 这个开个玩笑 说的可能粗一点 就是说你人家说 有些什么女性 把香蕉当做生殖器 怎么怎么样 因为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在很多场上吃香蕉 我都把它掰成一截一截吃 我从来不拿起来 就往嘴里吃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已经脑子里知道这个事了 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 才能够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那所有的 在文学当中 你看他写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经历 否则他不可能写出这个东西来 那么他写完这个东西 再加上他后边的表现 因此我认为 对我认为他早期的这个 被侵犯的时候 这个侵犯是他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的 然后当他做完这个事以后 他的那种恶心 他的那种心理 他会很难消除 但问题是这事不能说出来 你跟谁说 就刚才讲的 没有证据 然后呢 你而且这个怎么去证据 他也不懂 他关键是觉得这个事 而且还要再见这个老师 所以这个过程 他的这种创伤 我不管他多大 哪怕他16岁 他没有这个经验 他也会是非常震惊的 我想象的是那么一种情况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很多个这个小女生啊 容易迷上老师 尤其是讲文学 感觉很有才气的老师 但是他那种谜啊 他是一种对于一个老师啊 这种权威啊 或者说甚至觉得老师很有魅力 跟现在的偶像那个 对 是一样的反应 他不是 你知道吗 就等于说 一个小女生 即便把一个男的当成偶像 也并不等于他愿意跟你上床 但问题是这个偶像 偶像他捅破了你们之间的障碍 对 有的时候小女生他之间会出现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碰到过 就是说 实际对小女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 就是 但是这个有时候这男老师也会 甚至会误以为 哎呀 你看我讲课 他都是那种崇拜的眼光 永远做第一排 于是他真的实施性侵的时候 就这个小女孩的世界崩溃了 对 就他觉得 你这分析是对的 是吗 就是他不等于达到性 对 但是你也可以说他迷上了这个老师 尤其当他对这个面临这个事实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是 该怎么去反应 其实说句实话 你要真的去调查 包括我小时候 我完全不懂的情况下 我记得我也有一个就是也不算直接亲人 到我家来住的时候 他就有过这种动作 我当时不知道 我只是躲他 我就觉得特别痒 不让他碰我 然后后来我母亲不知道怎么发现了 我母亲太惊了 然后他就发现了 因为那时候住房条件很简单 就那么里外屋嘛 所以后来这个事我母亲马上就给捅出来了 告诉我以后怎么样 要注意哪些事情 所以我就讲 就是这种事情 我当我知道这是一种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那时候吓坏了 我大概有一个星期不敢跟人说话 后来慢慢才走出 因为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然后 所以从此坐上了犯罪心理学的工作 不是 我想说什么的 就是很多的人 他在早年的时候 他不懂的情况下 他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 而这种侵害 当他发生的时候 他真的不明白该怎么办 就完全就傻了 这是不好的事 我觉得这是心理 所以你刚说那崩溃那个字特别对 对 它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就是说他可能脑子里还有一部分 确实这个老师是对他有某种吸引的 或者是他是喜欢这个老师的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跟你这个老师 发生这种关系 对 这在他的脑子里是一种什么矛盾 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全社会要特别让所有的家长来呼吁 就要知道 同时我们的法律应该健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因为这种创伤呢 他在他完全不懂的时候 他等于就打这场仗 你没有任何准备 上来就把你干 你那心里你那愤怒啊 就凭什么呀 真打打打也行 你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你就来上来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普及这个教育 比如有很多母亲就跟我讲 这么点的孩子我怎么好意思跟他讲这个性保护啊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教育 因此就刚才讲到山里就告诉孩子身体是自己的 人家不能看 人家不能摸 其实这种教育很容易啊 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多家长就不知道呢 他们就说我们不好教育 你甚至别说这么小的 我这几年 我跟我的实习生啊 我跟一些外面的一些女生 我去私下里聊天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在学校里面和在实习单位的时候 难得有多猥琐 我以前的时候真的一些到谋岸然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跟咱们一样的人 但是你想不到他私底下跟那女生交流的时候 这不是原来嘛 有那个新闻在广州一个报社实习的女生 最后也是嘛 最后报出来就是带她的这个 那还是我们五大新闻学院的 真的 那还是我的师兄 那你也是师兄 那一回事 那不是什么好 没有 那当年还是明星师兄 因为就是在南方周末卧底什么养鸡场的死鸡 死鸡哪里去了 然后还去什么 他他还有个特别好玩的卧底 他去卧底了武汉红山广场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性产业 后来才知道这哥们可能就不是卧底 是现身 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男的 作品男的 你也很难说你让他不好色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男的不知畏惧啊 他不知恐惧啊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讲社会就是比较开放了 就是成年人 包括像陈冠希那事 他当时让我评我是不评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娱乐圈嘛 对吧 只要双方自愿 你别人不要去太多废话 对吧 但是你对于孩子不能这样 绝对不能 只要他是未成年 他完全不懂的情况下 你要做这个行为 这就是属于一种犯罪 而且作为父母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孩子在这个阶段是很容易受到被侵害的 对 一定要有这个意义 我现在甚至觉得这个未成年 因为法律是18岁嘛 但实际上在大学毕业之前 我认为都是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独生子女政策 导致很多这个年轻女孩 她是比较单纯的长大的 但是您说如果是已经法律上已经成年了 老师和女学生恋爱 您怎么看这事 这只要双方自愿 我认为没有什么 这个老师和学生恋爱 你看咱们这个杨振宁先生 这个也是老师吧 但他们不是老师和学生 我认为这里有个伦理问题 就是你如果在英美大学 你如果还是我的学生 这是一恋爱的老师是要被开除的 因为这里面你会涉及到 有权力交换的可能性 这也是对的 如果真恋爱你等毕业之后 或者你辞职 或者学生转学 像我们那个把家辉在美国上大学 他就说美国有的学校是 如果发现恋爱 你就掉开 你就不要直接当他的老师 你到另一个系 就是你们之间不可以有这种权利关系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应该重视 我觉得这个事也是应该完善法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